谢谢各位新浪网友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周秀娜 来跟我们的新浪网友打个招呼 哈喽新浪的朋友你们好 现在有天天通过微博跟大家来沟通吗 有啊就是每一天几乎都是我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对每一天都会上微博这样 今天会不会做我们金像奖的这个微博直播员 我会的尽量也会 因为这是也是第一次自己参与这么大的盛事 香港金像奖 所以也就是很紧张也很兴奋 这次周秀娜是作为这个颁奖嘉宾来出席金像奖 我这次主要只是过来就是Android的show这样 我希望呢希望下一届过来的时候 是可以这个会有自己的一些以演员的身份 也是以那个有电影 然后可以有自己也是一个候选之一吧 当然希望下一届会是这样 我们也期待着能看到早一点看到你在这个金像奖上的好成绩 那其实作为我们说嫩魔出身 现在已经在这个电影界 包括像音乐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一些表现 那而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媒体会说那么怎么怎么样啊 或者交换小朋友啊你怎么去看呢 是不是要做一些表率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让其他人自己去说吧 我觉得还是最主要还是我很幸运的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只要是看到自己的目标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人要怎么说那也没办法 我只不能就是天天出来跟大家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对希望大家今晚可以看得开心 是那可是秀娜现在还会很多人会在你的前面加上嫩魔的这样一个称号 你会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想摆脱他吗 其实这个嘛 我觉得只要是认识我的人 其实都会看到我自己在这两年都是以电影为主 当然我自己的一个目标也是以演员为主 所以将来也是会以那个电影为发展的一个重心 希望大家以后也会留意到看到我的演出 这样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好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